要论目前最庞大最活跃的互联网群体当属打工人 我们毫不保留解构自我造梗自嘲 共享生存指南隔往抱团取暖 在情绪中寻找共鸣 在话语中建构自洽 从前些年的佛系内卷 到如今的躺平摆烂发疯 从对996是否合理的讨论到 人为什么要上班的哀嚎 放下工具理性 寻找和回归人的本身是我们的最大诉求 那如何寻回人的本身呢 或许电影能帮我们提供思路 于是我收集了八部讲述打工人故事的电影 作为一门既反映现实 又可拖倾于现实的艺术 电影既建构真实的打工人途径 以其妙想满足打工人暂时逃离现实的幻想 又唤醒我们对自我 对人的本质的回归 看完这期节目 你或许产生共鸣 或心如止水 或豁然开朗 相信我 你的精神状态会更加优美 大家好 我是欢迎PLUS 制作长节目不宜 请大家多多一键三连 在评论区或弹幕分享你的想法 这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去年一部韩国电影刺痛了每个东亚三国底层青年的神经 那就是下一个苏西 直告毕业生苏西在学校安排下 进入韩国大型电信企业的外报客户中心实习 苏西满怀期待 新高采烧烈入职 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小小的办公室里功位秘籍 高强度工作下是从未停过的嘈杂人生 客服工作机械但不易 随时要承担客户的负面情绪 甚至侮辱咒骂 迫于绩效压力 每天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 工资还被公司以各种名义客口 更荒谬的是 解约部本应帮客户处理解约事宜 苏西所在的解约防御小组的职责 却是用各种话术 鸿骗客户不要解约 终于 苏西在生日这天爆发了 回击了一个强人所难的客户 组长帮他善后 却在第二天自杀了 这给苏西带来强烈冲击 但他还是迫于各方压力 签下保密承诺书 并已改工作状态 从小组倒数第一 逆袭为小组第一 他并没有如愿 奖金被公司以 实习生容易离职的名义 拖延两个月 苏西和新组长发生冲突 被迫停职三天 在他要复职的前一天 他见了朋友 喝了酒 走下江水 自杀身亡 之后 和苏西有一面之缘的刑警吴佑珍 不顾局长反对 调查此事 扯出了一个普通底层青年之死 背后巨大的制度漏洞 和层层权力压迫机制 电影前半部分 以苏西的视角 展现了资本压榨下 一个底层青年如何走向绝望 资本以优技主义将个体卷入激烈的迹效竞争中 KPI 小组排名 小组竞赛 奖金 促使 苏西加班 卷业绝 主动进行自我剥削和自我压榨 资本将资本与个人的矛盾转移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 电影中 同事们怪罪 苏西的逆袭导致大家压力增大 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自我剥削和压榨必然导致自我异化 苏西需要付出大量情绪劳动 无条件接受客户发泄的各类情绪和人性的恶 即使内心不认可 同聘客户的行为 还是要为了工作明灭良知 一次通话中 客户因为孩子去世 需要解除套餐 苏西随为之所动 而按照机械流程 以各种话术搪塞过去 为了保住工作 做和群的那个 苏西最终签下隐瞒组长自杀真相的承诺书 与资本共谋 曾不假思索 这位朋友出头 正直 勇敢的苏西慢慢受垂 变得弱小 服软 而科扣奖金一事 戳破了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 优积主义谎言 给内卷的苏西带来深深的消耗和倦怠 老师 同事 父母的冷漠麻木 更加深了苏西的被剥夺感 加速了她的绝望 电影后半段 则通过吴佑珍刑警 对企业 学校 高职监督部门 各方的调查 展现了 弃人于不顾 将人工具化的 社会权力运作链条 高职学校难以维持运营 教育部又 以毕业生就业率的数字 决定给予高职学校的补助和奖金 学校领导将指标压力派给老师 老师转移给学生 学校和企业合作 将学生送到底层外包商和工厂实习 为了不影响相关指标 让学生忍气吞声 接受各种恶劣环境 另一边 企业将绩效指标和压榨任务 派给小组负责人 再施加给学生 苏西的前组长 应克扣实习生工资 心生惭愧 留下多份举报信后自杀 企业用钱稀释宁人 隐瞒真相 警察局局长为了顺利升职 选择平息案件 放弃调查 在权力运作链条下 资本得意 个体受难 对于苏西的死 学校考虑的是会得罪大企业 影响各类指标补贴 对于两个职员的死 企业担心的是影响生育 鲜活的生命被化作冰冷的数字 指标来计量 人的本质被资本吞噬 在调查中 企业、学校、高职监督部门 都将苏西的死 归结为她的性格问题 既得利益者将体制的不公 制度的漏洞 权力的压迫 规则至微弱的个体身上 电影不仅展现了苏西 还展现了韩国底层青年的众多画像 他们贫穷 无所依靠 放弃梦想 忍受痛苦 身心疲惫 前路迷茫 他们都是苏西 而苏西死后会有无数的 下一个苏西填补她的位置 被资本和体制碾压得 面目全非 同样是描写底层生活 2019年的 对不起 我们错过了你 通过一个英国底层家庭的风雨飘摇 展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下的 劳动剥削 与异化 2008年的金融危机 给Ricky一家四口 带来致命打击 夺走了他们的房子和工作 一家人以租房为生 夫妻工作不稳定 还背着巨大债务 Ricky决定自己单干 成为一家快递公司的加盟合伙人 她卖掉太太Abby的车 买了新货车 每天工作14小时 每周6天 坚持下去 两年后应该给得起房子首付 Abby从事护工工作 朝期晚酒 从互联网接单 按单量赚钱 在高强度劳动下 夫妻俩都牺牲了与家人陪伴的时间 夫妻亲子关系日渐紧张 大儿子赛部逃学 打架 面临退学风险 女儿Lisa乖巧懂事 但因为担心家里难题 常常失眠 Ricky希望请假几天多陪家人 被公司负责人拒绝 直到赛部因偷窃被抓进警察局 Ricky必须离开岗位前去处理 负责矛盾升级 家庭破裂 Ricky又因连续两天失职 面临巨大经济损失 复工后 她又遭抢劫入院 浑身失伤 负责人打来电话不是急于关心 而是向Ricky追加赔偿 第二天 为了还债 Ricky不顾伤痛和家人阻拦 继续工作 镜头淡出 前方是这家人未知的 不可控的命运 Ricky和Abby都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零工经济从业者 零工经济及自由职业者 利用互联网平台和通信技术 快速匹配工需方的就业形式 以非权势工 线上派单 自顾自盈为特点 比如我们熟悉的外卖员 快递员 网约车司机 都是零工经济从业者 零工经济提倡给予就业者 更自由 更具自主权 可支配时间更广的工作机会 比如快递公司负责人 反复给Ricky强调 加盟合伙人的工作 不是为我们打工 主宰自己命运 一切自己做主 但他所宣扬的自由 并不改变资本压榨与剥削的本质 在零工经济用户关系中 双方并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从业者就丧失了劳动保护和基本社会保障 比如Ricky被打劫了 还要给快递公司赔钱 Abby需要自己掏交通费 去客户家工作 零工经济就一门砍地 竞争更加激烈 在优积主义的裹挟下 Ricky和Abby都要无限延长劳动时间 保持每天14小时的高强度劳动 才卷得动其他人 劳动时间无限延长 意味着模糊生活和工作的界限 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Abby却因为临时接单 大晚上还要赶去客户家中 此外 资本家可通过数字设备 对劳动者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 Ricky工作时只能用瓶子上厕所 因为他只要离开车里两分钟 快递扫描件就会报警提醒 负责人客户可以实时监控Ricky的位置 快递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送达 否则就会遭到投诉等等 快递扫描器就是一个全方位 精准实时的监控器 在零工经济自由自主的包装下 资本对劳动者的压占与剥削 被遮蔽得更深了 表面是数字 消费者 市场来支配从业者 实际操控的 还是掌握数字资本的资本家 工具理性取代了人的身心健康 人本身 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 电影里快递员连轴转了14天 只因车祸单位了两小时 就要被淘汰 儿子离家出走了 Ricky考量的 却是这造成的500多磅的经济损失 和下一个素系一样 人的生命 人的关系 被物化 指标化 这两部曲子 东西方社会背景的大工人电影 通过两起悲剧 揭示了资本对人的无限压榨 而接下来的两部电影 托尼厄德曼 搏击俱乐部 则展现人在资本奴役下的自我异化 在托尼厄德曼中 Innis在布加勒斯特一家德国公司 担任企业管理咨询顾问 他是一名十足工作狂 即使在飞回老家探亲的短短一天时间里 也一直打电话处理工作 对比严肃紧绷的Innis 他的父亲康拉迪 却是一个松弛搞怪的人 最大的乐趣就是cosplay 满嘴跑火车 跟人开玩笑 康拉迪毫无预兆探访Innis 想知道女儿在异国生活如何 在目睹女儿几乎剔除社交 时刻准备着的高强度工作后 老父亲发出灵魂散问 你在这里过得幸福吗 你有没有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做点让自己快乐的事 这引起了Innis的不快 因为他并不认同父亲的人生哲学 康拉迪想让女儿休息久一点 导致他错过了和客户的见面时间 Innis因此爆发 父亲无奈之下只能回家了 但他实际上没有离开 他化身为托尼厄德曼 并给自己套上多重身份 闯进了Innis的社交工作场合 对于父亲的恶搞 Innis从愤怒到无奈配合 再到利用父亲假身份处理工作 他那一成不变的生活 也逐渐发生变化 对于Innis而言 不变是他的生活底色 他工作严谨 遵守职场准则 脚指甲裂开了 还要强忍疼痛 在汇报时穿高跟鞋 只要客户来电 就能瞬间转换状态 放下私人事情 一秒到达现场 他把工作置于生活第一位 将工作和私人的界限完全消融 但生日派对是为了联络团队感情 社交是陪客户老婆逛街 男朋友还是公司同事 他可以剔除个人情感 完全为工作服务 对客户同事的性别歧视 老板的画大饼加任务 完全忍耐消化 这些为工具理性服务 牺牲人的本性的特质 在父亲眼里 已经不能算人了 而是魔鬼了 而康拉迪恰恰相反 主张生活的变 人生哲学是 不要丢失幽默感 于是他热衷转换各种身份 浴室总是见步行步 不计后果 生活荒谬 但有趣 女儿在父亲影响下 渐渐学会接受生活的变化 意外 乐趣 在准备生日派对时 衣服拉不上又扯不下 就像充满尴尬的生活 总是卡在中间 此时门铃响起 Annex索性把衣服脱光 把生日派对改成裸体派对 和同事们坦诚相对 让众人目瞪口呆 因为这颠覆了他以往 严肃疏离的职场形象 退聚层层衣服 吃了相对 意味着脱去工具理性对人的束缚 回归人的本真 最终 Annex拥抱了父亲 认可了父亲 换掉了工作和城市 生活发生了变化 电影结局很有意思 康拉迪告诉Annex 要学会抓住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不要让他流逝 于是Annex戴上假牙和假发 模仿父亲的幽默 却在等待父亲拿相机拍照的间隙 感到尴尬 取下了假牙和假发 生活的精彩时刻总是转瞬即逝 孤独与迷茫却占据生活的大多数时间 是生命的永恒主题 搏击俱乐部 这部经典的人格分裂电影 以极为癫狂的笔触 描述了一个被资本高度异化的人的精神世界 Jack是一名普通白领 在一家汽车企业担任汽车召回协调员 他厌恶生活的一切 一切在他眼里皆是虚无和重复 唯一不同的就是上司每天戴的领带 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可以六个月不合眼 又患有失睡症 不知道从哪个机场睡着 哪个机场醒来 唯一的乐趣就是买买买 还有捏造不同身份 参加各类互助会 因为只有在这里 人们才能敞开心扉 每次参加完互助会 Jack才能沉沉睡去 直到遇到了一个 已随时会死去做人生哲学的女孩 Mara 打破了她的舒适圈 还有另一个人闯进了她的生活 Tiler Tiler和Jack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 Jack上班寻规导具 Tiler喜欢家料恶作剧 Jack住在光鲜亮丽的公寓 Tiler住在破烂布看的废弃楼 Jack是消费主义狂热追求者 Tiler主张摒弃物质 摆脱消费主义的奴役 从一场Tiler主动提出的打架开始 两人成立了搏击俱乐部 在这里 以打架为目的 以打架为乐趣 Jack在Tiler的影响下 从职场的好好先生 逐进衣衫不整 行为出格 调性上司 身上有了Tiler的影子 搏击俱乐部的规模日渐扩大 Tiler作为最高领袖 得到众人拥戴 他组织实施一场大破坏行动 目的是毁灭城市景观与秩序 还要炸掉信用卡中心大楼 缠出财富的累赘 让人回归原始 行动已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此时Jack才发现 原来Tiler就是他自己 是他幻想出的人格 他就是这场大破坏行动的实作俑者 他要阻止行动 就要摆脱Tiler的人格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自己 Jack是典型的被消费社会高度奴役和医化的现代人 各类品牌的食品包装 宜家家具 电视广告 高级公寓 消费主义包裹着他的生活 物品是触手可及 用完极器的 与之匹配 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是及时的 脆弱的 随机的 Jack在飞机上 互助会上任时的都是一次性朋友 资本主义消费社会 刺激人对物质的欲望 欲望无限制膨胀 导致精神的虚空 Jack最大的愿望就是意外死去 在强烈的虚谷主义之下 Jack幻化出另一种人格 一个理想的自我 Tiler 和Jack的缺陷对立 理想人格Tiler无所畏惧 打破规则 富有创造力和破坏力 充满性魅力 能做任何Jack做不到的事 而Jack幻想出Tiler的行为 代表了现代人解决精神虚无困境的三种路径 第一 性 Jack被视为孱弱 缺乏传统男性气概 Tiler则强壮阳刚 充满性魅力 面对Mara的诱惑 Jack无动于衷 Tiler却和Mara发生性关系 第二 痛绝 搏击俱乐部成立初衷 就是把人们的抱怨和不满表现出来 麻痹的精神要靠肉身的痛绝去补偿 拳头 鲜血 伤口 血痂 是人真实存在的证明 第三 破坏 就像一场大火能将公寓和公寓里的一切烧毁 商品 工作 存款 城市 秩序 一切皆虚无 虚无即可反抗 反抗即破坏 最终 Jack通过杀死了Tiler的人格 确立了自我 在Jack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 人在极端理性中走向虚无 在极端虚无中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癫筐 又在极端的癫筐中找回自我 人的一生就是和自己搏斗的过程 在上述四部电影 打工人的生活共性都是 机械重复无聊 犹如陷入时间循环中 今天就是明天 每一天都是同一天 那如果时间循环真的在现实中上演 打工人又会如何应对呢 接下来两部电影呈现了 两种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处理方式 在图博鼠之日里 Fail是一名气象播报员 他厌斑不合群 经常扬言要跳槽 除了暗恋同事Rita 平等憎恨每一个人 到了2月2日 他又要前往普苏塔尼小镇 报道一年一度的图博鼠日庆典 城市化的报道完后 他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 却被暴风雪困在了小镇 第二天 他发现今天还是2月2号 发生的事情和昨日一模一样 他陷入了时间循环中 Fail感到绝望 转头一想 没有明天就说明可以为所欲为 又重生了希望 每天重复的报道工作也没那么痛苦了 但很快 他又因为追不到Rita 又觉得人生到了尽头 每天尝试不同死法 却徒劳无功 直到他让Rita相信时间循环的存在 并和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Fail再次发现生活的美妙 他开始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博览全书 学钢琴 学冰雕 当他意识到时间循环也无法逃避自然老死后 他更加珍视生命意义 帮助镇上的居民解决各种意外 远离生命危险 时间一直循环下去 Fail变得文采斐然 锻炼了多项技能 成为小镇上最受欢迎的人 也成功获得Rita的芳心 终于爱情打破了时间循环的魔咒 明天不再是今天了 这部电影用一个诙谐轻松的故事向我们传达 如何应对毫无波澜 但以重复的生活 那就是发现他的乐趣 创造他的价值 就像Fail从最初生无可恋的成熟化报道 变得深情并茂 充满激情 再小的木也能雕出花来 再重复的生活也能变得有趣 相似的题材放在另一个社会背景 就是另一个版本了 疯狂星期一里 一家传媒公司陷入时间循环中 每当周日结束 时间又跳回这周的周一 每一周都和这一周一模一样 以吉川为首的广告团队 一次次向甲方公司提交方案 一次次遭到否决 在土拨鼠之日中 当Fail发现时间循环时 反应是 而吉川的反应是 在土拨鼠之日里 爱情是打破时间循环魔咒的工具 在这里竟然是帮部长完成他年轻时候没完成的梦想 帮他把完成一半的漫画画完并寄给出版社 最终团队也凭借这个办法打破了时间循环 虽然电影走的是经典的治愈轻松日影路线 但许多内容充满了讽刺意味 反应的职场文化能引起每一个打工人的共鸣 比如层层上报制度 要让部长相信时间循环 就是一级一级申报上去 为了说服部长 打工人的PPT做得越来越精美 只要上次不点头 打工人的工作都相当于白做 又要重新循环一遍 还有团队盲成狗 部长却可以每天看漫画 部长每逢周五都问有没有人要去喝一杯 都没有人应答 因为办公室里闲得只有他一个 两部电影都出现了相似的台词 每周每周繰返してんじゃんがともちゃんですよ そんなもんだよな 俺なんて10年くらい繰り返してる気するよ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stuck in one place and every day was exactly the same and nothing that you did matter and nothing that you did matter and that sums it up for me 都传达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Something is different Good or bad Anything different is good 对于打工人而言 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免于一成不变呢 或许接下来两部电影能给你答案 上班一条虫展现了鲜活的打工人途径 男主角Peter的生活简直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 周一早高峰大塞车 一大早就来找查给任务的上司 老师卡值得打印机 付读金一样的同事 周五下班就来通知周末加班的领导 不隔音的房子 糟糕的感情 无聊重复的打工生活 平日里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 想的最多的就是 Peter在目睹医生死去后 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于是他决定不上班 之后他彻底摆烂 工作日去钓鱼 穿休闲装上班 在办公室杀鱼 拆工 为玩游戏 喝快乐肥宅睡 此时Peter所在的IT公司 正在大裁员 他却因为心职口快 而被一碗留下 还升了职 两个上班搭子则被炒鱿鱼了 于是Peter组织搭子们 利用软件病毒 一点点提走公司的钱 谁知道程序出了bug 取得钱太多 要被公司发现 三个人要坐牢了 Peter决定承担责任主动自首 没想到另一个 对公司不满已久的老同事 一把火烧了公司 毁灭了证据 三人又逃过一劫 Peter最后还找到了一份 能赚钱 能锻炼 还能在户外工作的 心仪工作 上班一条虫 展现了各种荒诞 又真实的打工众生像 工作几十年的老员工 被裁 自杀无果 却因为一场车祸 获得巨额前散费 因祸得福 35岁被裁的程序员的出路 失去当杂志销售 不断被边缘化 所以每天神神叨叨的 办公室底层员工等等 而电影里 公司裁员还要挂着 这对公司好的横幅 裁掉两个最好的中年程序员 就用毕业生来代替 打工人愁眉苦脸 给上司庆祝生日等等的情节 现在看来都毫不过时 不过电影展现的更多是虚构的幻想 比如 Peter Bylan还能升职的情节 对现实而言简直是天防夜谈 不过电影结尾还是给我们上了一碗鸡汤 那就是勇敢从你厌恶的工作逃脱出来 没准你能发现真正热爱的 生活才会变得有趣起来 白日梦想家同样鼓励我们跳出 已有框架 勇于探索会发现更广阔的天地 Walter在生活杂志工作了16年 担任交片吸引经理 他42岁 单身 性格内向 生活无趣 无趣到交友网站上的资料都填补完整 因为他没有去过什么有趣的地方做过什么有趣的事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幻想 幻想旅行 幻想爱情 幻想回怼上司 幻想自己是个爱冒险勇敢有创意的男人 公司被并购要关掉生活杂志纸媒 做最后一期杂志 和Walter合作多年的摄影师上恩记来一份底片 并提出要用里面的第25号底片 做最后一期杂志的封面 因为这是他拍过的最棒的作品 Walter怎样都找不到第25号底片 于是他根据另外三张底片的线索 踏上寻找尚恩的旅程 他飞过高空 跨过海洋 跳过船 躲过火山 登过高山 从格陵兰 冰岛到喜马拉雅山 领略了从未看过的美妙风景 拥有了从未有过的精彩经历 他打破了生活沉闷的桎梏 重拾了丢弃已久的勇气和激情 实现了年轻时的旅行梦想 把父亲留给自己的遗物 一本旅行日记填满 他也不再是那个生活乏善可成的男人 各种奇幻旅程丰富他的履历 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最后Walter找到了尚恩 原来那张底片就放在尚恩送给他的皮夹里 直到杂志出版 Walter才知道 第25号底片上就是他工作时的模样 这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的电影 Walter千辛万苦寻找的底片其实就是自己 这也是一部探讨人与媒介现实关系的电影 Walter希望在交友网站上联系身边的同事谢利尔 对方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对Walter点link 可他们却在现实中相识相恋 Walter制作了那么多期精彩绝伦的封面 却只有亲自去探索去体验时才领略世界之大 尚恩在观察学报时说 如果我喜欢一个瞬间 我自己的瞬间 我并不喜欢有镜头的振动 我只想要留意 与其透过媒介 不如透过自己的眼睛和心去挖掘 体会大前世界的奥妙 就像电影里生活杂志最右铭所言 开拓视野冲破艰险 看见世界身临其境 贴近彼此感受生活 这就是生活的目的 打工有没有意义 在看完这八部电影之后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其实打工有没有意义 本身这个问题就不构成意义 因为人生的荒诞就在于 即使人们认识到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人需要苦心经营自己的生活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它 如何回归人生命的本质 直面生活处理生活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就是人生的意义 有人选择投身工作 在积累财富中得到满足 有人选择踏遍千山万水 领略大千世界的美妙景致 有人选择待在自己的一方天地 在细碎的日常中 领悟生命的真谛 无论哪种选择 都饱含着 勇于直面生活的勇气 都是人在认清生命本质后 做出的选择 不分高低 在八部电影里 我最受出动的台词 是《图拨鼠之日》里 Phil打破时间循环后说 重复的对立面是流动 不论当前你是不是一个打工人 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不妨让你的生活流动起来 或许世界会变得更加开阔 别有一番风味